大家好,我是宰探 今天开始一起来看一部脱汉美剧《失落的房间》 故事只有六集 清洁紧凑,每话都高潮不断 没看过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 以下给大家带来第一话,要死 男主乔是一名惊艳老道的警察 与妻子离婚后带着女儿过生活 每天守着安娜的笑容 感觉世上没有比较更加幸福的事情了 然而乔还不知道自己即将踏上天定的主角之路 路边一家点当行发生了一起离奇杀人事件 店内收银机没有被破坏的痕迹 貌似凶手并被入室抢劫 点当行经理被烤成了干丝 站在墙上扣都扣不下来 另一名死者点当行顾客更加夸张 下半身穿过天花板被牢牢卡死 一身卢比断定,两名死者烧伤致死 然后被大炮般的速度发射了出去 乔也是一头污水 万万多年什么穷凶极恶的现场没见过 今天算是再度刷新了下线 点当行还有一名工作人员小黑 打卡上班后没有留下下班纪录 案发当时可能正在现场 这个结果让乔无语 小黑虽然是经常出入警局的老油条 但乔知道小黑本质不坏 躲在老妈下的小黑被警察带回问话 乔和小黑也算是老熟人了 当初小黑老妈为了保护小黑 厮手杀死了自己丈夫 乔不仁小黑无人照顾 为了小黑母子而做了假证 换取小黑浪子回头 而凶杀案却实与小黑无关 小黑为了老妈的安全不敢轻易泄露幕后人的消息 只能告诉乔 一个名为右鼠的人闯入了点当行 乔还想继续追问右鼠的杀人手法 却被小黑夺回了要死 一把将乔撞开就推门跑了出去 而等乔开门追上 却发现小黑在警局离奇消失 走廊上大家各干各的 根本就没发现小黑离开了房间 乔只好一头雾水的查看了监控录像 却看到令人毛骨悚昂的一幕 开门离开的小黑消失在门的另一侧 这回小叮当和杜教授都还没出名 小黑开门穿越的这招 当场让乔看得目瞪口呆 与此同时盼者同事带来了线索 原来经理被杀前 曾给点当行老板收藏家打过电话 但收藏家貌似对案子并不知情 正忙着给儿子办生日宴会 也没空管点当行的事情 点当行老板却不配合 小黑从警局逃脱后 案子就此搁浅 乔也只好回家陪女儿做家务打发时间 却不想门外突发传来声响 居然是小黑冲上门来 原来小黑遭遇了右手的追杀 无处可去之下 只好来到乔家中避难 此时小黑身重数枪命不久矣 临死前将一把钥匙塞到了乔手上 并说这是可以打开任意一上门的神奇钥匙 来不及多做解释就重山而亡 到了网上 乔一直对小黑死前的遗言耿耿于怀 便在家中杂物间兼信兼仪的使用了钥匙 拿开门的场景让乔大吃一惊 门后的杂物间消失 取耀代识的是一间旅馆房间 房内空无一人 从窗户往外看 还可以看到外面公路的场景 原来这就是小黑从警局中消失不见的秘密所在 这把汽车旅馆10号房间的钥匙 使用后可以通过任意一上门到达旅馆房间 关上门再次打开时 这可以打开世上任意一道门 到达任何地点 以旅馆房间作为中转 实现了空间穿越的效果 果然是主角才配拥有的待遇 人在家中坐 神气冲上门来 没想到乔拿着钥匙做实验 被安娜看在眼里 小孩子好奇心中 偷偷取走钥匙玩游戏 结果还真被安娜玩出了新花样 原来旅馆房间还有另一个特性 虫子 当钥匙离开房间后再次进入之时 房间将重新被格式化 不但人在里面的玩具消失不见 就连房间内的物品 也会在重置后恢复原来的位置 无奈乔也是没有野心的人 手拿那天钥匙 放着房间的真面目不去揭开 然后安安分分地回警局上班去了 此时小黑的姐姐 珍妮前来警局 认领小黑的私人物品 却不知乔对小黑的家庭状况一清二楚 这个虚构的姐姐出现在乔面前就已经暴露了动机 身份被乔当面拆穿 珍妮见状却呈身上掏出一把指甲刀 在乔面前轻轻转动 等乔被同事唤醒时珍妮早已不见踪击 乔在送女儿上医院的这天 再度遇上了另一名神奇物品拥有者 此人居然可以让人凭空消失 乔好奇地跟了上去 反被对方传送到不知道何处 而对方可以通过手上的车票 先被车票触碰着以从天而见的方式 见临不知迷马路 但别忘了乔还有钥匙在手 对方比自己更早拥有物品 也许了解更多情报 乔就此靠着钥匙缠上了车票主人 反被一次次传送远离 最终在电梯上将对方逮住 顺便结下了车票 车票落在了乔手上 卧里只能知无不言 乔的情况几乎让卧里笑掉大牙 拥有威力无比强大的钥匙 但乔居然对物品一无所知 原来世上拥有大概百来件 具备神奇力量的物品 有的威力极大 有的则积累之急 例如敲击桌面 可以生成一枚硬币的铅笔 可以让身边的人认识自己的余伞 所有物品均来自旅馆房间 但唯有钥匙可以进入到房间里面 而这一切的不可思议 都源自曾经发生在房间内 无比可怕的那件事 没有人真正了解那件事的真相 但所有自行人都为了神奇物品而疯狂 甚至有着如同朝圣者一般的教会 收集物品试图沟通上帝 放下教会的威胁不谈 卧里声称物品的使用者 也将付出代价 如同卧里拥有车票 而一直无法摆脱病痛 使用威力极大的钥匙 乔也必将失去自己所爱 物品之间相互吸引 相互感应 手持物品者如同磁石一般 不期而遇 就像乔和卧里的相遇 威胁或许已经来到了乔身边 甚至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已经让乔付出了代价 果然等乔充满赶回医院时 却发现女儿早已经被其他人接走 名为右鼠的男人带走了安娜 要求乔以钥匙作为交换 换取女儿的安全 右鼠正是点档行 杀害经理和顾客的凶手 原来顾客原是右鼠小弟 从右鼠身上偷走钥匙 带到点档行 以200万的高价卖出 随之被右鼠找上门来 用圆珠笔挨个点名 这把可以坚然争手并高速弹飞的圆珠笔 此时就放在安娜脖子上 为了女儿的安全 乔不得不屈服 但右鼠可是胆敢杀人的狠角色 一旦得到钥匙 又有圆珠笔在手 恐怕乔和安娜两人心命难保 乔也不是傻子 趁着安娜安全的一瞬大打出手 右鼠暗中用圆珠笔偷袭不成 绑到他上了一名同伙 手持圆珠笔还被乔揍得没有脾气 安娜趁着老爸吸引火力 捡起地上的钥匙杀腿就跑 还在附近找了一上门 打开房间准备进去躲难 不想右鼠紧跟其后 阵子之间 安娜不但手上的钥匙被右鼠拳走 还被右鼠锁在了房内 等右鼠重新打开房间 安娜早已消失不见 暴怒着乔将怒火杀在了右鼠身上 把右鼠给狠揍了一顿 若非远处右鼠小弟开枪威胁 非将右鼠活活打死不可 恢复理智的乔一把抢过地上的钥匙 就冲进了房间 总算是捡回了一命 但安娜却不知道被房间重置后 去了何处 甚至可能在重置瞬间就已经上命 也不得而知 如同物理所言 使用物品者必须付出代价 小黑得到钥匙而丢了性命 乔比性命更加珍视的女儿 也被房间夺走 值不值得大家见仁见智 但乔毕竟不是灭霸 如此昂贵的代价 几乎让他无法扛起 下一话乔开始寻找拯救安娜的方法 右鼠被揍得找不到北的时候 曾经说过 有一样物品可以找回安娜 右鼠所言到底是真是假 如果被清除的安娜还活着 又被房间送去了哪里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吧 我是宅探 咱们下期再见